心灵 心灵方面是最后的一个方法 那就是容易取得纯正 智慧和永恒的快乐 其实无论我们学到什么宗教知识 或者在宗教名以下的任何实践 如果没有了心念的淨化 我们将永远不能够了脱生死 真的 如果我们只是努力行善 而不去排除心中的污足 那是不够的 我们应该有良好的品德 不然那些自私欲 贪念 妒忌 憎恨 和我执 还是会继续干扰我们的心念 因为没有经过磨练的心 是一件虚弱的工具 而又最容易受到伤害 所以任何的诱惑 或者愤怒 都能够轻易地影响我们 去犯下坏事 心灵的开展 只有通过正当的心智锻炼 才能够获得 这就是为什么 只有楚禅才是唯一被证实能够淨化心念的方法 是一件虚弱的心智锻炼 就像是一件虚弱的心智锻炼